如果弱粒并不能像其他三种粒做到吸引和排斥,只能做到衰变,那么弱粒还是粒吗? 大家好,这里是小学科学,上期视频就已经聊到了,衰变并不是弱粒的特权,电磁粒和强粒都能让物质发生衰变。 不过,弱粒的衰变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真正地让一种粒子变成另一种粒子,这是电磁粒和强粒做不到的。 可是,就算弱粒的衰变再怎么特别,依旧改不了弱粒做不到吸引和排斥这一个事实。 所以,本期视频将会讨论弱粒为什么弱,以及弱粒失利吗?废话不多说,我们进入正题吧。 我们只关注贝塔衰变的开始和结束,却忽略了它的过程。 事实上,中子衰变成质子这过程并没有那么直接。 这个过程还存在传递弱粒的W规范波色子。 什么是规范波色子?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都有各自的规范波色子。 光子负责电磁粒,焦子负责强粒,引力子负责引力。 弱粒则是由W和C波色子负责的。 电磁粒的规范波色子只有一种。 强粒有八种,而弱粒有三种。 分别是带正电的W正,带负电的W负,以及电中性的Z0。 至于为什么是1,8,3。 这就关系到群论了。 这里暂时不讨论。 相信大家注意到了一个非常陌生词语,也就是规范。 著名的希格斯波色子并不属于规范波色子。 规范波色子仅限四大基本相互作用。 理论预测所有规范波色子的质量必须是0。 光子和焦子都都很好的符合这一点。 理论上,引力子也没有质量因为引力速度是光速C。 奇怪的是,弱粒的规范波色子有质量。 之后会再聊为什么所有规范波色子的质量必须是0,以及弱粒的规范波色子如何获得质量。 这里你只需要知道弱粒的规范波色子有质量就行了。 回到正题。 还记得,W波色子带电,而Z波色子不带电吧? 这也意味着W波色子可以让一种基本粒子变成另一种基本粒子。 而Z波色子不行。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。 如果光子带电荷。 那么电子辐射电磁波时,电子自身的电荷会减小。 当电荷减小时,电子不再是电子了。 能明白这个逻辑吧? 让我再举个例子。 我们都知道,中子和质子非常相似。 在描述强力时,我们甚至可以把质子和中子当成同一个粒子来看待。 这是因为中子和质子受到的强力大小,几乎一模一样。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。 质子就是带电的中子。 中子就是不带电的质子。 可是它们的电荷差异导致了它们不是同一种粒子。 这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弱粒能把一种粒子变成另一种粒子。 其他粒不行。 你可以想象中子辐射带电的W波色子, 变成了质子。 那么不带电的Z波色子就是个废物吗? 别那么快下定论。 等下会回头再聊这个Z波色子。 回到正题。 中子通过W波色子衰变成质子。 而不稳定的W波色子又会衰变成其他粒子。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 那就是这过程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。 W波色子本身就有质量。 而且这质量并不小。 比中子质量大了80多倍。 确实, 衰变反应之前和之后的能量是守恒的。 但是过程的能量突然飙升。 这就像你在机重秤上做实验。 某些化学反应让质量突然暴增80倍。 再回到正常的状态。 万幸的是, 这可以用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来解释这现象。 β衰变有量子效应。 这与量子碎穿是同一个原理。 你可以认为它们从真空界能量。 所以非常短暂的能量不守恒是被允许的。 这其实是个连锁反应。 由于W波色子有质量。 导致W波色子的寿命非常短。 时间短也意味着W波色子只能移动非常小的距离。 导致弱力是短成力。 不仅如此。 由于所有的量子效应都与概率有关。 所以质量越大。 W波色子能存在概率非常低。 所以弱力所主导的衰变能发生的概率非常低。 这就是为什么弱力非常弱。 不过, 弱力也不一定弱。 在特定的情况下, 弱力甚至比强力更强。 比如顶夸克的质量非常大。 比W波色子的质量还大。 所以它会优先以弱力的形式衰变。 而不是以强力或电磁力的形式衰变。 这就好比我们做个80公斤的实验。 而不是一公斤的实验。 由于80公斤的实验不需要从真空界能量。 所以发生的概率比较高。 总的来说, 弱力是弱在概率这方面。 那么弱力是力吗? 其实弱力的作用距离太短了。 我们不能用经典物理所理解的力去描述弱力。 而且弱力并不能向其他力创造束缚态。 这就是为什么弱相互作用,这个词会更好一些。 所有力都是相互作用。 但不是所有相互作用都是力。 不过, 想要用弱力这个词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。 为什么呢? 这里就得聊聊中微子了。 一颗小球撞击另一个静止的小球。 它们会交换动量。 大家都认为粒子之间的碰撞并交换动量是理所当然的。 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来看, 两颗小球的原子的电子会互相排斥。 所以, 它们才可以交换动量。 我们可以认为力是存在的。 如果粒子不带电, 那么碰撞并交换动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。 比如光子不带电, 所以两束光穿过去时, 不会发生任何相互作用。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束光朝向你时, 我做不到用另一束光来干扰你的视线。 回到正题, 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有三个原因。 给你。 中微子的质量非常小, 所以引力可以忽略不计。 第二, 中微子不带电, 所以中微子不会受到电磁力。 第三, 中微子不带色合, 所以中微子不会受到强力。 这三个因素导致了中微子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微弱。 即使现在有一百万一个中微子穿过你身体, 你也感受不到。 不过, 1973年的实验还是证实了中微子通过C波色子改变了电子的轨迹, 也就是电子受到了弱力。 所以弱力是力。 只不过弱力并不能像其他三种力创造束缚台。 弱力那么弱的罪魁祸首, 就是它的规范波色子具有质量。 不过, 理论预测弱力甚至是所有的力的规范波色子的质量必须是零。 究竟是什么理论做出这样的预测? 今天弱力的规范波色子又是如何获得质量? 为什么看似毫不相干的弱力和电磁力能够被统一起来? 这些问题都会在下期视频一一解答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。 喜欢这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。 我们下期见!